車踢回踢一腳接一腳 跆拳道國手魏晨陽就是靠這樣超強角力 一路過關斬將踢進奧運 魏晨陽曾奪得2010廣州亞運跆拳道金牌 被平面爆料他疑似在外欠債 還向盪鋪點蕩亞運金牌 而且前前後後共7次 每次20萬到30萬不等 是真的嗎 來到他南投老家阿嬤說金牌確實點蕩了 家裡白滿魏晨陽的無數講拍 阿嬤說心情複雜 孫子在外有沒有欠債 老人家也不清楚 但魏晨陽的爸爸說 只是投資失利不是欠債 牙運金牌確實拿去典當了 但真的那麼值錢嗎 能讓他前後借上百萬 大概一個金牌 他的重量看起來應該是五萬左右 二三十萬可能他這個 明天台應該是有明信 應該會有信用還稅給他 魏晨陽金牌能盪到二三十萬 而且連盪多次 一般盪鋪說確實相當罕見 金牌國手得盪金牌來折現金 讓外界覺得難以置信 究竟遇到什麼困難 讓他得把自己的最高榮譽拿去典當 魏晨陽本人沒有回應 記得曾偉翔 王一超 謝雲鎮 南投採訪報導